第二个是战乱 受十具的影响 所以这部经虽有很多法师大的发心 都没有能够完成 黎炳南老居士晚年发心讲这部大经 讲了一半他就往生 寿命也是个障碍 所以寓言一定要知道真邪 抓住机缘才能真正的自立立大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另外我这次在香港有一位居士告诉我 他曾经见到一位出家比丘尼 犯的过失 他当面当着大众 劝他要忏悔 指责他的过失 这个比丘尼不服 对他非常怨恨 他问我他有没有罪过 我说罪过不罪过 暂且不论 你这个事情做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 你不懂理解 你不懂人群世故 你不懂人群世故